因為柯文哲傳這些 老實講我也很難相信柯文哲 你第一次跟人家見面 因為上面這個是小美嘛 然後鞠躬嘛 阿伯就來了這一個了 那你如果今天這麼會寫這些東西的話 熱情如火 珮琪這麼愛你 那你寫給珮琪的東西應該厲害了吧 蛇燦蓮花比血血都起火了 好 這個你可以看得到 這是柯文哲自己PO出來 所以他寫給珮琪的 對 情書喔 土珮琪 假啦 你全職工作還要負責家裡大大小小的事情 這麼多年來 辛苦了 謝謝你為這個 辛苦了 不是這樣老闆 辛苦了 下班了 辛苦了 我等一下跟你解釋 這一篇我跟你講 這一篇是萬用文章 是嗎 你知道嗎 好 我們也謝謝你為這個家的付出 還有對我的支持 好好照顧自己 有空多休息 因為你比我更重要 平安幸福柯文哲 對 我跟你講這名字換掉任何一個人都可以 我跟你講他可以換那個誰知道嗎 這個靖總 柯文哲靖總不是有一個志工嗎 是 就是那個長期很認真 沒錯 對不對 大媽老司機 大媽老司機 土大媽老司機 你全職工作 還負責靖總你大大小小事 這麼多年辛苦了 謝謝你為這個靖總的付出 還有對我的支持 你們兩個是要氣死佩琪是不是 不是 你這樣最後就是露得最重要的那一句 公版的來來來來來 土徐千惠 你全職工作 還負責節目大大小小的事 這麼多年辛苦了 謝謝你為這個節目的付出 還有對我 這誰都可以 請你記得文莫最後要附上四個字 平安幸福 你寫給老婆 佩琪一直都 你看佩琪對 這個寫給徐千惠也通 佩琪對阿伯的思念 是用文字用照片表達在他的臉書上 等一下 這是阿伯寫給佩琪的 算是情書吧 然後這個是阿伯寫給這個小美 對不對 取美鳳勝恭喜 不知道算什麼 這個差太多吧 一個是人不可以太聰明太漂亮 這就不能套喔 我有辦法傳給徐千惠說 人不可以 可以 徐千惠在副控罵髒話了 不要再講了 我有可能傳給 觀眾朋友 不知道徐千惠是本節目製作人 幕後黑手 傳給徐千惠 李正浩土徐千惠 人不可以太聰明 太漂亮 太年輕 我第一次看到逆天是什麼 我差事就死掉了阿 製作人這一段絕對會保留下來 我就死掉了吧 這一筆就筆出來了阿 我看這個新聞我有兩個 我真的是看不懂的 第一個 李徐甫被問到 因為我有拿到簡訊的逐字 我們媒體去跟他求證這些事 他直接回哈哈 不值得回應 一 如果陳正恩有被騷擾 你老婆被騷擾 你回哈哈 這是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 二 如果林冠年講的是假的 你為什麼不告林冠年 這很怪 可能更怪的事情是 王淺秋站出來把阿伯講話 他昨天受訪的時候講一大堆 阿伯就是怎樣怎樣 阿伯看人都不會跟他對眼睛 要怎樣 可是王淺秋竟然說溜嘴了 他說人與人的談話 本來就有近一點的距離 他也遇過 他是指王淺秋 王淺秋也遇過 柯文哲拉著王淺秋的手 跟王淺秋講話 可以這樣嗎 按照陳志涵的說法說 柯文哲不會幹這種事情的 為什麼 只要在會議室裡面 只有一男一女的話 門一定要打開 是 所以陳志涵的講法是 阿伯不會動手動腳的 欸 那淺秋姐 你這樣說怪怪的 因為他同篇 他同篇都在幫阿伯解釋 可是他竟然說溜嘴說 柯文哲的確對漂亮的女生 會有些讚美 他也遇過柯文哲 拉著他的手跟他講話 不過老實說 人跟人談話之間 會有近一點距離 我覺得這個不會否認 就像我們兩個這樣子 那你絕對很難想像 我們兩個站在這裡 是我突然 而且 一聲嬌喘 躺在仁俊哥懷裡 走開 這就是重點 是嗎 你就在這裡了你知道嗎 這太怪了 我跟你講 事實上很多人 有些人在質疑曲美鳳 我只要講一件事情 第一個 曲美鳳現在是露臉 第二個 按照柯文哲跟曲美鳳 在當天應該是第一次遇到 對 所以才會有交換LINE 是 請問哪一個 哪一種人 會對第一天才剛認識的人 講出那些言語 行家 是吧 行家 這都是瑞德哥告訴我的 他有年輕人的用詞叫海王 我可以講最大的問題就是這一個 你今天第一次交換LINE 你會去傳這一些入股的字眼 不可以太聰明 太漂亮太年輕 我第一次看到立天是什麼機會 我老實講 如果這些訊息為真 我現在講如果為真 這一定是情場老手才會這樣幹 這絕對是這樣子 柯海王 可是我講實話 現在對民眾黨來講 他們覺得阿伯現在被人格毀滅 我覺得OK 如果今天這些指控都是錯的 告曲美鳳 我跟你講喔 人格毀滅的這件事情 比司法上面還來得嚴重 沒錯 為什麼 阿伯你平常看起來 倒帽黯然 吃飯吃五分鐘 我知道你吃飯以後 這個我可以插嘴 假的就要提告 唉唷 到現在已經兩天了 民眾黨還沒告 柯文哲沒告 而且說實話 就是說當柯文哲今天被指控 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因為不是只有LINE的對話而已 包含到場景 包含到動作 所以可能對淺秋來講 他認為柯文哲是連人與人的對焦 都有困難 但我覺得阿伯其實焦距抓得很準 因為他很精準的 按照曲美鳳的說法 從嘎吱窩摸到手腕 不是手肘 嘎吱窩 這叫嘎窩 不是嘎吱窩 搞錯 我們回來看這件事情 老實講我覺得林冠年後來的那些爆料 我說實話 你剛剛看到那一段的說法 阿伯從一般的到什麼 連負責幫忙清潔的阿伯都要去撩 林冠年說阿伯是四輔科不挑 什麼都不挑 奇怪了 這個我老實講 冠年要提出這樣一個說法 他也露臉 他也是露臉 所以他提到了有一些的這個 他說常看完陳志翰後 就轉頭對身邊的說 陳志翰博有幾分之色 這個可能對於被稱讚的人來講 如果真的有此事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就是說 稱讚我很開心 像曲美鳳他就覺得說 你講我逆天 講我妖精 他就覺得說 這個我是不開心的 這可能對每個人認知都不一樣 你講的是這個事實發生之後 大家的感受 我沒有要要求每個人感受都一致 像淺秋姐有被阿伯拉的時候講話 淺秋姐覺得沒關係就沒關係 我只質疑一件事 你會拉王淺秋 會去拉曲美鳳 會被拉第三個女生 第二件事情 陳志翰被林冠年爆料 阿伯常常說他有幾分之色 可是陳志翰跟徐甫今天都不回憶 這件事超奇怪 所以你也不能講說 有還沒有 你也不能說他沒回應 他有回應 哈哈 不然你這字從哪來 老婆被人家調侃 還哈哈 可是看起來 他不想在這件事裡面討論 這是一個程式 他可以除外說林冠年說謊 對 他可以講沒有這件事 我從來沒有被阿伯稱讚過 對 我也沒有像你們講的這種 說什麼 他講我婆有幾分之色之類 這個其實老實講 他各自的回應 但問題回來了 現在柯文哲被質疑的 還有被爆料 還不是只有這件事情 還有誰 還有另外包含到這一個 黃新香 對 那其實黃新香 大家之前其實老實講 他也不是說真的 就是月在檯面上 因為對民眾黨來講 大家最知道的就徐甫 對 就這個陳志翰 吳英軒 這幾個人 可是後來你看 包含到週刊 包含到民眾黨的前 這個基隆黨工 對 還有包含我們另外一位 財經的這個媒體人 是 那個徐清華 他有在節目上面 也公開講 就是說什麼 他說柯文哲其實 跟民眾握手 酸痛這樣子 對 還有說旁邊幕僚 所以想說 只有黃新香可以幫忙 按摩可以幫忙 插藥 因為他用的這些字眼 你可以看得到 像周刊 這個花 叫做摸寵物署 這個摸寵物署 因為各有幾個不同的版本 還說什麼 大家一起親密的蹲在這邊 然後這樣子摸 我也不太知道 為什麼要這樣 寵物署不能拿起來嗎 這麼細節嗎 對 我跟你講就有這麼細節 那問題就回來了 說是不是 柯文哲因為信任誰 比如說信任黃新香 對 或是怎樣 老實講 這個我也不去批評 但問題是 黃新香至今沒反駁 也沒回應 對 那這個大家會覺得就是說 天啊你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說實話 人格的這件事情 還有清白的這件事情 對有些人來講 會比較在乎 是 所以大家都會看這些反應 但特別的來了 阿伯跟佩琪姐的感情到底怎麼樣 都是你們這些名嘴在湖州 今天有鐵鎮出來了 應該這樣說 因為柯文哲傳這些 老實講 我也很難相信柯文哲 你第一次跟人家見面 因為上面這個是小美 然後鞠躬 阿伯就來了這一個 對 那你如果今天這麼會寫這些東西 熱情如火 佩琪這麼愛你 對 那你寫給佩琪的東西 應該厲害了吧 蛇燦蓮花 比血血都要起火了 好 這個你可以看得到 這是柯文哲自己PO出來 說他寫給佩琪的 對 情書 土佩琪 假啦 你全職工作 還要負責 還要負責家裡 大大小小的事情 這麼多年來 辛苦了 謝謝你為這個 辛苦了不是這樣 老闆辛苦了 下班了辛苦了 我等一下跟你解釋 這一篇我跟你講 這一篇是萬用文章 是嗎 好我們也謝謝你為這個家的付出 還有對我的支持 好好照顧自己 有空多休息 因為你逼我跟著 平安幸福柯文哲 我跟你講這名字換掉 任何一個人都可以 我跟你講他可以換那個誰 你知道嗎 這個勁總 柯文哲勁總有一個志工嗎 是 長期很認真 沒錯 對不對 大媽老司機 大媽老司機 土大媽老司機 你全職工作 還負責 進總你大大小小事 這麼多年辛苦了 謝謝你為這個 進總的付出 還有對我的支持 你們兩個 是要氣死佩琪是不是 不是 你這樣最後就是露的最重要 那一句 來來來來 土徐千惠 你全職工作 還負責節目大大小小的事 這麼多年辛苦了 謝謝你為這個節目的付出 還有對我 這誰都可以 請你記得文莫最後要附上四個字 平安幸福 你寫給老婆 佩琪一直都 你看佩琪對 這寫給徐千惠也通 佩琪對阿伯的思念 是用文字用照片 表達在他的臉書上 等一下 這是阿伯寫給佩琪的 算是情書吧 這個是阿伯寫給小美 取美鳳勝恭喜 不知道算什麼 這個差太多吧 一個是 人不可以太聰明太漂亮 這就不能套 我有辦法傳給徐千惠說 可以 徐千惠在副控罵髒話了 不要再講了 我有可能傳 觀眾朋友就不知道 徐千惠是本節目製作的 幕後黑手 幕後黑手 傳給徐千惠 李正浩 土徐千惠 難不可以太聰明 太漂亮 太年輕 我第一次看到 逆天是什麼 我擦身就死掉了 製作人這一段 絕對會保留下來 我就死掉了 這筆就筆出來了 我老實講 我沒有覺得說 柯文哲在談戀愛 寫給這個 如果是柯文哲寫給曲美鳳 他這個比較像是在撩 你剛剛把這種內容傳給誰 我連時期我都不敢傳 我認識他這麼多年 我都不會去寫這種字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強調 他跟曲美鳳看起來 那個時候是第一次見面 很乖 誰會這樣寫 而且你可以看到 人家說你談戀愛撩妹的時候 這個如焦四七 熱情如火 對 但是你不能寫給老婆相敬如兵 對 徒許堅慧 謝謝你為這個節目的付出 最後祝你平安幸福 是 那你看柯文哲 其實老實講 我也覺得 因為陳佩琪 我相信他真心愛柯文哲 對 我剛剛提到他在臉書上面 他的表達 包含到說他想柯文哲 然後甚至說到北索外面去的時候 還要抱著一個 說人家送給他的阿伯娃娃 抱著他 坐車的時候看著他 好像看到了阿伯 他吃飯看著他 好像看到了阿伯這樣子 可是柯文哲 其實你看他之前 他四處歲有投書 回家的陸太元對不對 跟陳佩琪 我坦白講 我看完文字 我是有點悲傷的 而且其實老師 你們結的這個文字裡面 沒有把它全部都結出來 對 他有提到說他回到家裡面去 然後媽媽跟著孩子說 這是爸爸 對 他裡面還有一段這些文字 細節我不再去講 但是他講說 他那個時候 他就講說四十多年來 都發展過 渴望家人擁抱的時候 家已經不是家 我太太勤儉持家 但我們很少說話 柯文哲45歲覺得 他在家裡是多餘的 他覺得 他的人生 都是別人決定 我念台大醫學系 不是我想當醫生 是爸爸甜的 結婚 是我媽媽幫我相親的 生幾個小孩 是陳佩琪做主 所以這一個東西 跟現在 跟陳佩琪表現出來 其實是兩件事 而且陳佩琪在媒體前面 事實上都告訴大家 柯文哲就是他的全部 對 所以我不太理解 柯文哲在當下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落差的反應 對 我相信柯文哲如果寫給佩琪的 有寫這樣 人不可以太漂亮 我第一次看到 逆貼是什麼意思 對 我相信柯文哲跟陳佩琪的互動 不會是柯文哲當時的認知 每一個家庭 因為沒有每一個家庭的想法 每一個有每一個表達的方式 在這邊 我們大家做一個這樣的比較 好